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的话,我们是大主公 大主公的话,会选择,选了一个流氓 那么我们既然是流氓,我们就把他耍出来 你不要说你选一个流氓被别人队,你还不流氓别人 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说,直接二号位,能进能推,来周正发气 这个牌不错,一张闪的话,一来是降了他的防御 再来的话,我们这个闪,是吧,流氓就喜欢闪人了 一闪人了,就相当于对别人耍流氓嘛 即使发心已落,随我上 方便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是吧,这个是良邪啊 所以说没有必要卖,所以说从此以来啊,你发现一个问题嘛 流氓并不是你想象的说防御特别强之类的啊 马上其实防御就降下去了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我们即将感受到的是吧 流氓都无法流氓的时候,血终凤凯来了 所以说从此以来的话啊,这个如果是忠诚就直接怼马车啊 你不要朝后去怼一下,就是应该来讲有点像坏的,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直接跳了一个反对 徐玉说,九杀能解命两次,那直接一字发不来,所以给你还盖一次,对不对 给你卷的便宜,所以说没有达到真正的牌啊 那么我永不必欺,那么就能退,乃真正发气 这也同时说明啊,如果说是吧,不是徐玉忠诚的话 或者说流氓这个武将的话 其实,郑巴根的真不是你想象中的说这个防御怎么怎么样啊 你想一想,他不给结枚的话,我们早已经成为气泡烂了 早就成气泡烂了,我跟你说啊,对不对啊 那么柔怪法万计,残黑中凉 那么等一会儿啊,咱们来就老老是打马车就得了 因为这个鬼袜子本身啊,也是对我们进行一个比较难受的东西 所以说,绝对啊,先重铸啊,你如果要重铸的话 但是呢,你说不重铸的话也可以,毕竟有一个闪电,又有那么多人 那么,盆,我说这个盆,就是这个笔伐的盆 给他配了一个衣,亲江湖掌扎凄凉,回不去了 铁索年周而行 主公叫成死,成 但是啊,徐前期保住我们 以及什么反正都是曾经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啊 这个时候,人少了以后,盆少了以后 流氓才会慢慢的成为真正的流氓 你不要怀疑我的这句话 之所以前期本来从技能考虑是吧 杀散别人,排斗别人都不敢逗你 什么也像是流氓 但是啊,有些时候与技能的强势中呀 第一回合锦囊多呀 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最终倒置了我们前期没有耍贼流氓 但是请你相信,李徐玉给我们过到了安全期 后面我们必将带你躺赢 就是这么简单啊,你不要怀疑 就是带你躺赢,对不对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 你也倒下来 剩下来的就交由我们来到传说中的那什么来着 三云战旅步呗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来看一下神经 当然啊,其实是有一个是内奸的 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你不要担心啊 只能说现在我们确实很强势了 排扫的扫,鞋扫的扫,你看 那这个地方就,哎呀,但是这个五谷,黄盖拿一口酒,他拿一张三 你拿一口酒好平啊,给你撑过来,能就能退,来风正发气 柔此一来的话,又来三张,对不对 听说有闪电,要不直接批呢 好吧,批不到,批不到的话,那这个 哎呀,这鬼袜子啊,你看 王军说,你看,我没有被闪电批 春哥,你是不是极有可能被批 所以说我宁愿掉一句血,我也不要什么在鞋所上 太害人了,太害人了 整共就杀人,把俩人在鞋所上 你说这个闪电害,吓不吓人 所以说他强行把鞋所解开了 可以啊,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这一个万件就主打春哥啊 号一号,怼一怼,然后酒伞把它毁掉 这样一来的话,进单挑了以后 那这不就是更是流氓了吗 对不对,你一个人,你能破我们的防御 对不对 我们有牌,有血 所以你破不了我们的防御 哎呀,我去,行嘛,认了,认了 反正,咋说呢,有一个所谓的,是吧 所谓的桃子,或者说啥之类的 只要没死,看我们堆不堆死你 不用能进能退,你能不能死 你能死,只要死,不能死 我也不给你堵了,开桃园得了 缓一缓,是不是 能死,那你当然直接死嘛 所以说啊,现在从这局其实已经明确的看出来了 流氓 没有忠诚的话 也流氓不起来的啊 不是你想象的什么防御不可不控啊 或者说一年年一排动都动不了 还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不过中处期确实成长为一代新的流氓啊 好的,这局的话 这局的话,主公选择了小派 我们选择了这个夜火年轻,色白鹿 好的,主公要不要吓死宝宝了 还是说怎么低一下 看他自己开局吧,我们不用管了 所以拿一下八号位 其实暗号位来对主公的,好吧 一个沈家仪,不用敲散 哎哟 还挑一个忠诚,那就再杀一下呗 对吧,没有必要过分的为主 是吧,来杀人就杀 夜火年轻 是吧,这就是我所谓的这种夜火年轻 哎呀,我去,这鬼话也是坏的啊 那赶紧跟他拼啊 慢着,让我来 放开那个位置 让我来 马娘来了一个让我来啊 你很自信嘛,小伙子 他这个地方成情主公 肯定只起过牌的作用啊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我就说你很自信 你这个兵就瞎着看不见 我们是五牌,不是一牌啊 夜火年轻,色白鹿 命错杀,不错过 对不对,命错给,不错过 所以说你说我不给你的话 万一你是反对相当于又给错了一个人 假设他是忠诚的话 对不对,不给你的话 万一你是反对相当于 反正就是说 都给,就只错一个 得了 那么,如此以来的话 这个,可以啊 夜火年轻,色白鹿 只要把这个 生生不息,言缘不结啊 给他多打几下 就不会出费了 马娘决斗起来 你不要拼了 拼一个死一个 他只要出死有意了啥的话 你没有人能拼得赢的 对吧 拼一个死一个 当然就只是一般情况啊 那郑八斤跟马娘拼决斗 有人能拼赢的啊 比如说,帐八缠写春歌 对不对 好的 那么如果王军是自己人的话 记得,归一一大法 他在这边一个结束 简直考评的,不要不要的啊 现在开始 你不要管什么 无中呀 桃子呀 酒呀 什么不能骑自自己 只要是归一大法 记得,无脑的骑自路神 对不对 你看包括这些酒 你平时酒都不能给自己过牌的 你只能骑自别人 但是,之前说过了 一旦遇到了我们 归一大法以后 无脑的骑自路神 让路神给你年营 所以说,你只要能出 就能骑自 不管说什么酒淘无中之类的 不能骑自自己的问题 对吧 完美的解决 但是这个男人啊 这个男人啊 就不能骑自我们了 因为我们成为目标了 所以说,这手上 这被一档杀 这就是让队友审心了 兄弟们 就是让队友审心 所以说,从此以来的话挺好的 还是一档牌 如果继续能骑自 还是找我们 别的不说啊 咱们就是捏这么一杯牌的话 要对敌人以正式 以威式 以路神的 是吧 威望 给我打出来 你们这帮屌词 我们是路神 这个满满很赚的 很赚的 一堆牌的对影 一堆牌的对影 一个不怕打的一个对影 基本上就是打这种 是吧 这种忠诚啊 主公啊 还是蛮赚的 还杀得到我们吗 你这个乐 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 我不亏 对不对 我如果出牌 我能做什么 基本上可能就是贴这个兵 或者什么之类的 最多再打一张杀 但是我不出牌 我不贴兵 我能赚四张牌给团队 完事以后 你还要注意一点 那就是我们回合外 能够防御 说白了就是这些防御牌 再回合外不用丢了 所以说这波不亏啊 典型的这波不亏 你看 这防御牌不就用上了吗 要不然的话 你说你能留几张防御牌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如果王队 如果能把我们调整为一的话 记得再次使用 归一一大法 但是我相信 他肯定会记得了 因为第一回合做得很好嘛 对不对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要不 比如说再来个解锁 过拆之类的 而且还就是切锁 最硬袜子 赶紧的 那么赶紧的 无脑的了 无脑的我们了 平时过拆是怎么过拆的 骑自自己 或者说骑自敌人 关键的装备 什么关键的什么手牌 都有可能啊 但是更最多的是骑自自己 但是今天遇到了路程 你就可以骑自我们 对 你干出点成绩了啊 比如说干了半天 也就缠了一个文鸡 主公都还是四血 过牌量 过得很大啊 基本上才第三轮 你看牌都没多少了 所以说 要干出个成绩出来 哎呦 什么鬼 这一个反贼团队 还行啊 有牌带走就不怕 神速一 神速二 神速四 你没有你的电影有 当然我们也没有啊 哎呀我去 菜丢丢啊 那么柔子一来的话 你这个黄度啊 就不要再动了 你再一动的话 那不是扯毒吗 对不对 那不是扯毒吗 所以说柔子一来的话 堆死啊 争取堆死 应该是可以死掉的 他们是吧 没有所谓的那么多桃子 混的啥啥啥 那么柔子一来的话 就小胖子如果放全左磁的话 是直接翻回来 翻回来以后 由于左磁就在小胖的下降 虽然说有一个立即的联动 立即的联动的话 如果挂神速 至少也是神速一 神速三 神速二不强求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啊 有残血的 还是蛮伤的 但是 赶紧过牌 赶紧过牌 至少我们来讲的话 是一九一三 对不对 还可以顶得住 看你这一轮了 当然啊 我们不排除他大死 不成反归 剩下的也一定记得 哎呦我去 居然有神速二 牛逼了我的哥 但是你敢牛逼 对人就敢救 对人不敢救 就敢戴上瘾 没有别的什么 其他的那些 所谓的很复杂的命运啊 不是这样 就是那样 说白了 不怕 我不怕 不怕了 对不对 手上一张纱 那么柔子一来的话 还又调整尾一了 又调整尾一了 吃桃子都可以 骑自我们了 直取雄父 又搞起来了 这个王爹 真的是轮轮不忘搞鸡 把牢牢的记住 这个鸡是可以搞的 注意啊 还没有限周 所以说 柔此以来的话 这主公真的是只能见炮影了 是吧 这赢得之势 终究 只是炮影了嘛 这局为团队带来了大量的牌啊 带来了大量的牌 所以说也是坐拥一个全场最佳 但是居然啊 差一点点被他们打下去了啊 可能反正就是有各种机缘巧合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也是赢得蛮漂亮的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你会发现 假设你也想投稿 那么请关注下方红色字幕 投稿油箱啊 sb.coxfoxmail.com 好的 谢谢大家